如果你不面對 你永遠不可能真正的輕鬆解脫 那我講的 在 從修行的角度來談 如果你沒有面對 你最後是不可能在地球 完成你的功課 最後 圓滿的解脫 然後離開輪迴 如果我說我們的黑暗面 就是我們的業障的話 各位理解嗎 包括你要不要面對你的驕傲 或是剛剛子涵講的 小心眼 要不要面對 還有我最近在逼 這個妹面對她的小氣 各位有沒有 我們多少內心是我們要面對的 是啊 那我要告訴自己 不只是你們在面對 我也在踏踏實實的 走在這條修行的道路 甚至之前如果大家看過 那本書不再恐慌 你們翻了不久你們就會看到 許醫師在裡面寫了我自己恐慌發作的經過 我寫了我如何去面對 面對生死 面對親人的死亡 我內心的害怕 是啊 我如何因為恐慌發作 而坐立不安 因為恐慌發作 而甚至從飛機裡面 產生的優避空間恐懼症 而奪門而出 對 而奪門而出 我如何面對我內在的這個部分 是啊 那包含今天的主題 所謂的自卑 所謂的 比不上別人 所謂的面子 比如在座的每一個人 當然我們自我會安慰自己 其實沒有什麼好自卑的 可是我這樣說 當我們安慰我們自己 其實沒有什麼好自卑的 其實有沒有自卑 有 有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自卑 重點是我們面對了多少 承認了多少 好 這也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好 因為當唯有你真實的自我面對 真實的自我承認 你才有可能把這個負面的能量 甚至黑暗的力量 轉成你的正向的力量 好 甚至在工作坊裡面 各位 好 我還做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轉折 好 因為以前 好 我比較帶領的各位是 去面對自己的黑暗面 有沒有 甚至把黑暗面如何化解掉 化解掉 好 今天 好 許醫師的角度 又有點不一樣了 各位 今天我們甚至 不是只是面對我們的黑暗面 好 比如說我們講今天的主題是 自卑好了 你要開始列出你的自卑 你有哪一些自卑的地方 你有哪一些覺得自己 是失敗的 自己是比不上別人的 你如何去承認 你如何去認識他 甚至接納他 各位 好 可是不要懷疑 人都不想面對自己不夠好的地方 你們喜歡把家醜往外揚嗎 你們喜歡讓別人看到你很糟糕的地方嗎 所以我剛才才跟子涵講 子涵有很大的進步 從過去 一直很棒很棒 他現在開始覺得自己 可能會害怕了 有沒有 可能會做不好了 各位 這就是很大的進步了 他開始發現自己犯錯怎麼辦 其實發現自己 如果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怎麼辦 有沒有 他開始發現自己這一部分了 各位 所以這個發現 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我在工作坊 我也跟大家講過 第一個 你如何接納這個不夠好的自己 或害怕的自己 或自卑的自己 它是你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你接納它是你的self image self就是自己的意思 image就是你的形象 如何接納 那是你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甚至如何接納 在別人的眼中 別人可以看到你的不夠好的地方 你不再害怕別人發現 你是一個自卑的人 你不再害怕別人發現 你是一個恐懼自己犯錯的人 你不再害怕別人發現 你是一個初心大意的人 你不再害怕別人發現 你其實是個小氣鬼 你不再害怕別人發現 你是個膽小鬼 而且常常很容易緊張 嚇得半死 各位聽懂嗎 你不再害怕別人發現 各位 你不但自己面對了 你也開始不害怕別人發現了 各位我先講 這兩點需要多大的勇氣 容不容易 你不要以為容易 你不要以為容易 不容易 有時候修行 看起來像是最簡單的 其實是最困難的 沒錯嗎 你自己如何真的能夠坦然面對 甚至你能夠做到坦然 不怕別人知道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我們講離婚 離得婚的人 有 有些人要花幾年的時間 才走出來 而很坦然的 不怕人家知道你離得婚了 各位 或假設你們在座 有人當過小三 當過小王的 你要花多少時間 才能很坦然的面對 是 那是我人生經驗的一部分 我不怕別人知道 我當過小三 或當過小王 包括我有一個個案 各位 孩子都上高中了 他是一個小三 生了一個兒子 孩子都上高中了 一二十年 他走出當小三的陰影了 沒有 沒有 各位聽懂了嗎 他走出他當小三的陰影了嗎 沒有 各位 人要去面對自己 包含在社會中的我 包含整個社會 人家怎麼看我 各位 是啊 我記得我告訴過大家 我是在四十歲之後 才能接受 我在我爸爸媽媽的眼中 我是會做錯的 我是會讓他們失望的 各位記得嗎 在我四十歲之前 我不容許我自己 在我父母親的眼中 是讓他們失望的兒子 我不能接受 我是一個 在他們眼中 做不到的 不夠好的 讓他們嘆氣的兒子 我是在四十歲之後 當我爸媽對我搖頭嘆氣的時候 我終於可以覺得 沒關係 沒關係 各位 我花了幾年 四十年 我花了四十年 我接受我可以 我的父母親可以對我失望 各位 是啊 因為那要多大的 信心跟勇氣 那要多大的 自我接納 你才能接納 你的親人 對你是失望的 各位 那要多大的一個 內力 明白嗎 那要多大的一個 自我的寬容 跟自我的接納 那要有一份多大的 對自己的疼惜 對自己的一份愛 你才能夠容許 你最在乎的人 親人 對你的失望跟灰心 各位 其實要強調的 不是你讓別人失望跟灰心 那不是我強調的重點 我要強調的是 當你能做到了 接納了 你是可以在別人的眼中 你最在乎的人的眼中 的失望跟灰心 那表示你內在有一個 多大程度的自我接納 各位聽懂了嗎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自我接納 早就大過了整個社會 對你的價值判斷 各位親愛的 你對你的自我接納 已經大過了整個社會 對你的價值的認可跟批判 各位你要開始明白 你拿到了一個多大的力量 你拿到了一個多大的禮物了 來我再回到剛剛那句話 當你對自己的自我接納 跟認可 當你對自己的寬容 你的內在的厚度跟寬廣 你對自己的認可 大過了外界 包括你最在乎的父母親 你最在乎的伴侶 跟你的小孩 跟兄弟姐妹 親朋好友 對你的眼光 價值跟判斷 各位 如果你開始 有這樣的體會 那我要跟各位說 恭喜你 你真的自在了